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便买到这些农药 因为是在我们自己家菜地里面的 我们也不能使用那些农药 因此的话就需要想办法 把这个病虫害控制在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什么叫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就是不至于造成什么明显的损失 那有什么诀窍呢 其实很简单 我手里面有三样东西 就是我防治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工具 好 这杯子里面的 这是一杯牛奶 超市里面大家经常能见到的 这种含牛乳汁3.25%的牛奶 鲜牛奶 那小边两个就是对付虫子的方法 那我左手边的是苏银军港军 右手边的是硅造土 有了它们 只要使用方法正确 时间对 所有的虫子都能控制下去的 首先讲一个菜青虫 这是豹子甘蓝 甘蓝类是这个菜青虫最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大家看 我这里没有任何被虫咬的痕迹 说明我这个菜青虫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那控制菜青虫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防虫网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这个白蝴蝶飞来飞去的 这个白蝴蝶来不是干什么好事的 它就是来尝暖的 但是我们有防治它的方法 方法在哪里 在这里 这是一个100目的防虫网 我们小瞄 就是出瞄以后 立刻盖上防虫网 这是防治菜青虫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对付菜青虫 有它就可以了 有它就可以了 那好 大家会问 小苗我盖着 那长到了盖不住怎么办 长到了 一方面盖不住了 另外一方面 虫坏防止有个最重要的窗口 就什么呢 菜青虫防止最重要的窗口 其实8月的上旬 就是你还没见到虫子的时候 就一定要盖上 盖上以后 那个时候你防住一只虫子 相当于现在防住了几百只虫子 这是时间问题 第二个 菜长高以后 像我们盖到的防虫网 它的个头也不允许再盖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 苏银钢筋 每周 喷一次 这个我上次演示过 直接接在水管上 开关一打开 它就可以 把这个里面的药液 混合以后喷上去 苏银钢筋是可以专门感染 各种害虫的幼虫的 它一出 就是一分化 就被孙君 这个港军感染 然后它 就再也不能长到 病死了 就得到有伤控制 那好 第二号害虫就是什么呢 就是 日本金龟子 那这个 玫瑰可是日本金龟子 最喜欢吃的一个东西 去年我们这个 这个玫瑰被咬的 千疮百孔 今年 我们这个踩在钢纳上 没有菜心虫 然后 也没有金龟子 那玫瑰上没有什么金龟子 我们看一看这个 Giphan's Beetle Trap里面 Trap里面 基本上没抓到什么 这个Giphan's Beetle 为什么呢 这也是苏银钧港军的一个功劳 在7月中旬 金龟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坚持每周喷苏银钧港军 喷一次 喷上去以后 没有了 金龟子 它都是从附近 土壤里面 从那个幼虫出来的 这个喷上去以后 把它的幼虫 杀灭了 变成金龟子的虫 就极少 那从外边飞来的金龟子 一旦它落到叶子上 被这个感染 它再去产卵 它很快也会生病 得到控制 那第三面就是剪刀虫 那剪刀虫的话 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它会到处爬 爬了以后的话 把这个菜咬得千疮百口 那大家仔细看 我这个地面铺的 都是这个gravel 为什么铺gravel 剪刀虫发生的一个条件 就是半腐朽的木质 半腐朽的木质 加上这个潮湿的条件 是剪刀虫发生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铺了gravel以后 消灭了这个条件 剪刀虫 自然也没有了 我记得在 商业所房子的时候 我们这个菜地里面 铺的是冒体 那到秋天 这个剪刀虫就非常多 把白菜咬得千疮百口 因此治理剪刀虫 就是靠物理方法 那剩下来第四个海虫 牙虫 怎么发现这个牙虫发生呢 关键是要咋 一看到有蚂蚁爬上爬下的时候 那蚂蚁 可不是像有的朋友说的 是来收粉的 它是来干坏事的 牙虫和蚂蚁 形成了共生关系 因为牙虫吃植物的支援 它排出来的东西 是一种类似蜂蜜的东西 叫麋鹿 蚂蚁就靠吃那个维生的 因此 不要等着 植物上看到很多牙虫的时候 才去防 那个时候太晚了 那防蚂蚁靠什么呢 防蚂蚁就靠这个规造土 就靠规造土 规造土的使用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bubble dust 直接喷到这个蚂蚁的行走路线去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如果有足够的耐心 仔细观察蚂蚁 它走到哪里 或从什么地方出来 特别在它出口 集中处理它的出口 那它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改到 只要有一部分蚂蚁张到这个规造土 那它带回去以后 相互清理身体 那规造土就会相互传播在其他的身上 那规造土我们看起来对人来讲是面粉一样的东西 但对蚂蚁来讲 是几千把锋利的刀 会把它皮肤破 刮破 刮破 刮破以后它脱水而死亡 规造土对环境是没害的 因此外 我们使用规造土就可以得控制 那最后一个就是黄瓜虫 黄瓜虫的话 也是两点问题 第一个 实际问题 我在我这里有没有发现过黄瓜虫 有发现过 我这个就是大大的一家黄瓜 但它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 黄瓜干澡一公尺多高 粗花的时候 偶然发生黄瓜虫 那发生的澡几十分上去就可以了 但有的朋友担心了 你喷破造土不是把这个蜜蜂都刷死了吗 其实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六月中旬的时候 这种蜜蜂还都没有出来 只有黄瓜虫 因此那个时候你喷黄瓜虫 不要担心这个杀死蜜蜂的问题 那好 第一批黄瓜虫防止了 那照我说的 六月中旬里杀死一只黄瓜虫 相当于现在控制了几百只黄瓜虫 因此我这个黄瓜 大家看长到这么高了 没有任何的毛病 再一点 不要把这个症状看错了 这个斑斑点点的既不是什么病 更怪不着黄高虫 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多伦多 今年这个暴雨特别多 暴雨打伤的 因此见到这种情况不要担心 这个下暴雨打伤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多 那就没关系 但是它能长到那么高 说明它是非常健壮的 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贵族南瓜 有没有白粉病 有了 这个白粉病开始来了 但是有没有必要进行防治呢 照现在情况来看 可以防可以不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瓜 都已经结的差不多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密度不到 它发生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因此可以不防 但是我们要防 用什么东西防呢 是不是用粉锈林那种真正的农药呢 不是 第一我们买不着 第二它不符合我们有机生产的要求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牛奶 就是这种乳脂含量 3.2%鲜牛奶 掌握大概30%左右的这个浓度 喷上去 因为这个牛奶容易容易发臭 所以我们一次就必须要配太多 掌握大概百分之 就是三喷之一的比例 30%就可以了 它靠什么道理呢 它靠这个牛奶 里面的乳汁 在叶片上 形成薄薄的一层膜 然后干燥以后 把这个白粉冰 从叶子上连根拔起 因此我们用牛奶来喷这个白粉冰 防止白粉冰的话 一定要选择这个中午 太阳这个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千万不能选择早上或者下午 那个是漏水来的效果不好 选择中午 喷上以后它马上形成一层膜 马上干燥 那白粉冰到第二天就没了 坚持这个三天一次 那喷两次到三次 白粉冰就消失了 好 我们喷在这个发生的叶子上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要注意一点 白粉冰它不只是发生在正面 它背面也有 所以我们这个增起两面都喷一点 好 我们继续往这边喷 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然后到三天以后我们再来喷一阵 白粉冰防止呢 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白粉冰的发生 它永远是在这个老叶子上发生 因此我们及时清除老叶片是有效的 再一个 我们要掌握一点 如果说 它像这种白粉冰覆盖力 已经达到80%以上了 那我们喷的时间就太晚 要 刚刚发生 看到一点点 比如说这两片椰子 如果像这种情况 一点点 那防止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像这种 就时间太晚了 那剩下白粉冰以后 就到了另外一个病 就是到了西红柿的起腐病 那西红柿的起腐病 我说了很多次了 你如果查资料 很多人会说 是这个 缺钙什么的 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它 幼果的生长点 短时缺水 造成不可逆长的死亡 形成的 因此 在我看来 起腐病的发生 均匀的浇水 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最有效的防止方法 是像我们这种 西红柿 正在这种 下午 部分遮阴的地方 就是大概 遮光量达到 30% 40% 这个样子 像我们这两扇西红柿 就绝对不可能发生 起腐病 我试验过很多次了 这是防止起腐病 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西红柿 一方面 它有一定的耐阴性 另外一方面 适当遮阴 可以减少它的水分蒸发 从而避免起腐病的 这个发生 好 那接下来 和起腐病有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好 现在我们为什么 把叶子清空呢 这两个原因 一方面 西红柿到后期 就是有一部分果子 开始红以后 及时清理叶片 可以加快这个果子 变色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清空叶片 增加下部空气的流通 对西红柿的 冰还发生有 不可期待的一个作用 果子变色 变到哪里 清理到哪里 但打叶子 永远遵循性一个原则 前期 不衰老不打 不过密不打 到后期 变色变到哪 打到哪 我们所谓变到哪 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果子 香色 要接近成熟 它颜色 由原来的绿白色 变成明显的黄白色 那好 它变到这里 我们打到这里 像这个一样 虽然它有一些绿色果子 但它变到这 我们打到这里 这对 对它的摧虹 对控制病害 有不可期待的作用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去找什么农药 不需要找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可以让这个网易病 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到第三个病害 裂果病 说是裂果病 其实根本不是病 那什么病呢 西红柿 它的果子在成熟当中 遇到突然吸水 它就会炸裂 因此一样的 跟我们刚才说话的话一样的 防治欺负病是相关的 我们保证均匀的灌水 不要出现中午缺水的情况 但跟前期的选择抗病品种 一旦发现有爱感染病害的品种 项链坚决不用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控制氮肥的用量 不可以偏食氮肥 为什么呢 偏食氮肥多了以后 这个植物体里面 它的零的含量或钾的含量 相应浓度降低 那它的抵抗力就变弱 因此我们氮肥不可以使用过多 发生病害或虫害的很大的原因 都是过度使用氮肥造成的 那我们原子源做得好 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太多 这个整个病害控制 就靠我刚才说的那三个东西